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烧脑电影《前目的地》 在一个1945年的夏天 婴儿女主被一个男人扔到了孤儿院门口 随后院长接了那个男人的电话 将女主带回了孤儿院 刚开始的时候女主和其他孤儿并没有什么区别 她和其他孤儿一样安安静静的在摇篮里面躺着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女主长大了 女主从小到大都很健康 没有生过任何的病 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 但是她的力气却大得吓人 就连男孩都打不过女主 女主也很聪明 对数学和物理有着极高的天赋 这天一个男人主动找到了女主 他发现女主的身体以及女主对物理的天赋 他劝告女主参加一个太空测试项目 接下来的测试中 女主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稳定状态 她的体力甚至要比健康男人还要强上几分 但是接下来的测试 女主和同龄女孩一起决斗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斗争 女主被逐出了这个项目 女主在外面开始打工并且学习礼仪来证明自己 一天她下课回家遇见一个男人 一眼万年 女主只看了这个男人一眼 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但是在不久之后 男人离开了女主 这个时候项目老大又找到了女主 她觉得女主是非常符合这个项目的 但是女主却因为之前那个男人怀孕了 当她在医院再次醒来时 医生告诉她进行了剖腹产 还有她身体里有着两副器官 她同时拥有着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女性的部位因为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 就接受了受孕 但是因为在剖腹产过程中导致大出血 医生把她的子宫给摘除了 但是医生却将男主的男性器官给激活了 也就是说女主现在是一个男人 女主决定做变性手术 就在她等着做手术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给抱走了 接下来是11个月的变性手术 她学习像男性一样去吃饭 像男性一样去男厕所 以及用男性的声音去说话 手术效果很好 女主变成了一个男人 这天女主在一个酒吧里给一个老板分享自己的经历 但是老板说能够帮助女主找到那个男人 老板带着女主到了一个地下室 并给了她一套工具 告诉女主说这些东西可以带她回到当年 时间穿梭后 女主来到了第一次遇见男人的地方 她寻找着周围的人寻找着那个男人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女主惊讶了 她在这里碰到的女孩也就是当年的自己 也就是说她自己变成了男人回到了那里 抛弃了曾经的女孩还让她怀孕 老板再次回到了女主生育的年代 将那个医院的孩子给抱走了 然后在1945年放在了一个孤儿院的门口 然后她回到了1963年叫走了女主 女主不想离开 但老板说不能打破时空平衡 随后两人回到现在的时代 女主变成了一个特工 在一次任务中因为爆炸 女主的脸部毁容了 她再次回到现代整容成了老板的样子 并接到任务寻找一个合适的人 在这里她又碰到了当年的自己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